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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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黑心商品裡面這一次教了四首歌的詞 那當然 當然 我也盡力的就是 創造嘛 創造通常都是學習先 所以說我會學習很多 大師的一些作品 然後 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師一樣 對 所以說我的詞的筆法呢 也會寫得比較華麗 也比較 比較繞口一點 但寫完以後 才發現 我忘記是我自己要唱 所以 通常在唱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很 很自作自壽 很難背 對 我連我自己寫的詞 我都有點難背起來 是療傷也好 也是 抒發 管道 出口 也是 跟大家的交流 然後 甚至於讓大家更了解我 然後 搞笑的那一面之外 其實也是可以很認真的 然後 可能大家會比較喜歡我 我笑起來的樣子 或是 搞笑的那個 跑紅生 可是其實 今年也快要滿30歲了 所以說 就是其實有很多的人生的想法 跟很多 在演藝圈的一些 得到的一些寶貴的經驗 也會想要更深層的去讓大家認識我 對 所以說我覺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 用 用歌詞 用唱的 用創作 讓大家更了解 這樣子 對 現在你的音樂還是很重要嗎 在你的這個職業 因為現在也有聯繫這一塊了 對 而且你都演得還不錯 沒錯 不好意思 所以 重心現在是怎麼樣 音樂還是很重要嗎 還是其實現在演戲這一塊 會比較重要嗎 你們想想看喔 再好看的電影 如果我們把音樂抽掉 它就很難看 再好看的電視劇 你只要把配樂拿掉 它就是一個 非常 非常 好像哪裡怪怪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音樂太重要了 音樂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是音樂在扮演愛情角色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推手 我們 男女之間 男女 男女主角 通常在最後那一刻要在一起的時候 兩個人 互相的看著對方 鏡頭close在他們兩個的眼睛上面 這時候音樂就要下 那個音樂下 絕對會讓你雞皮疙瘩起來 然後沉醉在他們兩個人 要談戀愛的過程 所以說愛情的元素裡面 不能夠缺少音樂 在我們遇到戰爭 Pito是告訴我們 就是戰爭結束了 對不對 當我們遇到了SARS 當我們遇到了很多很可怕的天災的時候 絕對都是用音樂來 把全世界的人手牽起來的 Michael Jackson有很多的那種大愛的歌 到現在大家都傳唱的 讓大家覺得唱得很窩窩心 MV的傳唱 然後讓全世界人知道 所以說我覺得音樂是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對 即便我現在拍戲 主持什麼都有做 但是我覺得 音樂絕對不可以缺少 如果我拍了戲 我自己又可以唱它的主題曲 那這樣子有多好 如果我是男主角 然後我悲傷的時候的插曲 是我自己唱的 那樣又是一個更一拍即合的感官 聽覺跟視覺的享受 就是如果 當然是我要唱得好啦 不然就不是享受了 就是所以說 我覺得都很重要 尤其是音樂 所以我更覺得需要加強 推動我在戲劇上面的一把 都不會演出 有一點 有一點 沒有 有一點 沒力 有一點 有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